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沙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頻道遇上了經營困難,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好了,今節我們討論一個挺有趣的東西 有個媒體叫做《紐約時報》 其實他對拜登的支持 算是支持一點,其實美國媒體也不算很支持拜登 因為拜登有些東西都看上去幾十分 有時有黑暗眼睡 有時說錯話,有時突然起床做一個很特別的動作 少許失誤而已 對了 所以我們看到 現在《紐約時報》說 在華盛頓一些政界人士和決策者 越來越流行一個新的想法 就是要與中國進行一場新冷戰 其實你說有沒有新冷戰 我覺得某程度上是有的 但你又說沒有了,當然我先看看你說甚麼 我先聽聽你說甚麼 其實 現在有些人覺得這種想法是相當糟糕的 對歷史不利,對政治不利 對美國的未來亦都不利 所以就不要將中美競爭叫做新冷戰 其實拜登政府的回擊就是這樣說的 我們現在 記得拜登說甚麼嗎? 我們是避免新冷戰 但是你做的事是不是有新冷戰思維呢? 我覺得某程度上也有 不過就沒有當時那麼厲害 當時就真是 你知是搞到上太空 這些幾個東西 還有當時是老死不相往來 但是現在今時今日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但是你說是否完全沒有新冷戰呢? 又不是 你現在甚麼都是反中為目標 其實就是製造一個 稻草人 以色形態上的稻草人 是嗎? 很難用前蘇聯的一套來應對今日的局勢 是的,真的很難 跟我說過千百萬次 蘇聯和中國是極度不相似 中國是這個世界上聯合國所說的 工業種類全世界最全的國家 蘇聯的漫畫 兩條大腿,一條大腿 是很尷尬的 就是其他輕工業 但是重工業、軍工業十分龐大 沒錯 現在西媒也承認 拜登的行動表明了 他對華政策的確可能 受到冷戰思維的影響 西媒也認為是 正常人都覺得 你甚麼都能撐到行 而且將美國人的思想 鎖定在傳統的二維國際棋局當中 柳士也這麼說 他覺得拜登的行為也有點遲 但是 但是 他就勸美國的政界 和中國的競爭是一場三D或三維的博弈 如果 如果繼續 二元對立 即是非黑即白的話 美國就會輸了 雖然 和蘇聯的衝突 和當前中國的競爭 沒有導致全面的出兵 但是 競爭性質不相同 在冷戰時期 蘇聯對美國的軍事和意識形態 構成了直接威脅 美國和蘇聯幾乎沒有經濟和社會聯繫 跟我們說的一樣 其實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方方面面壓制蘇聯 但是你現在也是方方面面想壓制中國 是嗎 確實是這樣 沒錯 由於競爭是基於一個簡單的二維前體 唯一的戰鬥 只會發生在 雙方軍隊之間 雙方的行動都取決於對方 是不是 誰首先 動武 那就糟糕了 希望不會 當然不會 剛才提及蘇聯的情況 但是蘇聯和美國最後沒有首先動手 但是現在 紐約時報就覺得 和中國的競爭是一個3D的棋局 或者是三維棋局 權力的分配 不是單一層面 而是分佈在各個層面 軍事、經濟和社會 這麽樣 這麽一樣是全面競爭 全面壓制中國 所以我覺得 完全是新冷戰 又不是 但是你透露出來的東西是有 新冷戰的 叫做特點 所以 你自己的紐時也說 現在美國人也有這麽思想 這就是為什麽 冷戰的比喻 是方便 但是 紐約時報又覺得 這樣又站不住腳的 而且很危險 你現在才知道危險 你現在才知道危險 那 西媒就覺得 如果單純的 只是說新冷戰的話 是低估了我們 即是指美國 正在面臨的挑戰 並且 提供無效的 策略 來蒙蔽和誤動我們 在經濟層面上 中美有著深厚的 互相依賴 關係 2020年 雙方 貿易 額就超過 5000億美金 雖然 華盛頓的一些聲音在討論 所謂的脫歐 脫歐是不可能的 你自己也說 布林肯 說恆大這麽嚴重 搞到我們美國經濟都很嚴重 就等於側面說明了脫歐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的可以脫歐的話 恆大關係差事嗎 是吧 澳洲也是 澳洲也有很多人說脫歐 如果真的脫歐的話 恆大關係差事嗎 已經沒有人幫你買鐵礦石 所以 現在說脫歐的聲音 是有的 但是 認為不付出任何代價 就可以跟中國完全經濟分離 因為這種想法是愚蠢和無可能的 不就跟我們說一樣 紐約時報算是公道 他說我們也不應該指望其他 盟友和中國脫歐 但是你推了澳洲血糞 真正是愚蠢和自軟 這個都要想一想 你說得對 因為根據報道 有更多國家 現在更大的 一個 現實是什麼呢 更大的現實就是 很多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就是中國 而不是美國 不過有一個國家 剛才戴馬Sir說的澳洲 最大貿易夥伴是 中國 但經常得罪自己的最大客人 是嗎 是呀 美國 和中國的社會結構 也深深交織在一起 兩個國家之間有 千千萬萬的社會聯繫 從 求學 旅遊 到其他 事務 都有 而且在現實當中 疫情和氣候變化等等的 議題 根本不可以脫鉤 當然 同向一片藍天 不過他又說 商戶依存 是一個銀的兩面 他被雙方創造了 對雙方正在發生的事情的 敏感神經 令人 會謹慎行事 不是應該這樣嗎 正常人都謹慎行事 兩個大國之間 但是 他又說 亦都製造了漏洞 令到 北京和華盛頓 都將大家 視為影響對方的工具 加以操縱 上述因素 雖然是 有的 但是 如果你用 意為的 非客即白的思想 去搞的話 就是 美國能夠依靠 他們的 軍事優勢 和中國對抗 雖然 中國正在 實現軍隊現代化 但是美國 仍然是 世界最大的軍事國家 這個沒有人否認 連習主席也這麼說 美國必須在 全隊的軍事旗盤上 謹慎地策劃 橫向行動 比如 改善和印度的關係 加強和日本的聯繫 以維持 亞洲的力量平衡 如此同時 我們 亦不可以忽視經濟和跨國事務 權力關係的差異 以下 這些層面的互動 如果我們忽略 我們就會受損 在經濟領域 權力分佈 是多極的 這就對 美國、中國、歐洲、日本 都是最大的參與者之一 在跨國事務上 譬如氣候變化 和疫情變化等等的問題 非政府 行為 其實 發揮著很大的作用 任何國家 可以 掌控 局勢 由於美國對 東亞的 貿易政策 不完善 中國 其實 他們覺得中國 得到了這個領域的 領先 不奇怪 就算你完善不完善 中國也會有優勢 因為 中國就是東亞國家 沒錯 但除了 你怎樣改變 也改變不了 你將整個國家 移到台灣省隔離吧 我想 在跨國議題上 美國 無助和北京不良關係 會危及氣候目標的危機 中國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 外長王毅 中國外長王毅警告美國 不要指望 氣候談判會成為整體關係沙漠中的綠洲 我引述他 沒有一個國家 可以單獨解決 氣候變化 和形成 沒錯 這些 跨國問題 所以 生態互相 依存的政治 不單止涉及到 其他國家 私家權力 還涉及到 其他權力的聯手 今天的政治 競爭 是不同的 美國和盟友 不可以當 現在的習近平 好像史太林 或者毛澤東 那樣 很多人 也勸 美國 應該 信仰上 要改變一點 不要再把 習近平當成毛澤東 還有 今天的中國 已經和紅色年代的毛澤東年代不同了 所以 紐約時報也勸 為美國的 執政者要小心 現在 習近平 在中國人民當中 更加有話語權 因為他使得 人民生活有感 我們看到 這個西媒說 取而代之的就是 中國 對於經濟、政治 控制 的深度 已經 用他們的權力 去支持 並且影響民主國家的輿論 有嗎 如果有的話 澳洲媒體就不用每天都肥 我們 唐人 另外 紐約時報也說 以反擊和先發制人 進行批評 就是 中國 最新的特點 我引述他 要證明這一點 我們只需要看看中國對我們的盟友 澳洲的經濟懲罰 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之前 駐澳大使城敬業也說過 他就說 這些是人民的行為 就好像我不來你那裏留學 你經常有些 種族事件出現 我作為家長 不是應該保護自己的孩子 不讓他去另一個國家嗎 你對我不友善 我為何要去你那裏的旅遊 是嗎 沒有理由你對我不友善 我還要 民間的人 我還要幫你買東西 當然也有些人是這樣的 但正常人的感情就是 你對我不友善 為何要幫你買東西 那麼 所以 一定要在人權問題上 敲打中國 他就說 澳洲就是這樣 在人權問題上敲打中國 澳洲先看看自己 經常做別人的教師 這個人權問題很好嗎 敲打 做甚麼 檢討一下自己 是吧 一個 三維戰略 就是要承認這個現實 即是中國採取這些行動 為我們 採取 支持 性的措施創造了機會 反過來 亦都增加了 我們的影響 即是他的意思 中國敲打澳洲 其實 我們支持澳洲的 叫做 你說藉口也好 原因也好 就多了 我們又可以影響澳洲 影響澳洲 令澳洲的 市場份額被美國佔了 在中國 我知道 影響澳洲 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 其實 貿易協定 是會有所幫助的 最近 這件事 紐約時報就不識趣了 最近 我們將核潛艇技術 出口到澳洲 就是協助澳洲的最好表現 令你賺了錢 令澳洲人得罪法國 而且 這個 得罪法國的黑獲 還被摩總揹 你真是好東西 紐約時報 你美國佬 好東西 要澳洲人揹了黑獲 還說 我就幫你 當然 摩總當然這麼說 大肆宣傳說 對呀 他正在幫助我們 沒錯 他亦說 無論好壞 我們都被困在 和中國的合作 與競爭當中 競爭和合作 本來 兩個東西是矛盾的 恩 我們需要一種能夠 同時完成兩件事的戰略 但是我覺得很難 競爭時或多或少 可能會 出現不和諧聲音 不和諧的時候 如何合作 其實我是 有點不解 對於這件事 不和諧的時候 如何合作 我不明白 另外 在美國國內 美國必須通過增加對研究的支持 來加強 我們的技術優勢 現在你們都有的 預算案 預算案撥了很多錢 不一向都有的 在軍事方面 亦都意味著 傳統力量 要納入新技術 並且加強 AUKUS 澳英美同盟 其實 哎呀 頂你呀 你一向都是世界上 軍事開支最大的國家 現在 你將澳洲納入這個同盟 不可以 叫澳洲幫你買多些 軍備 其實是好事 對於你來說 是嗎 哎呀 猜到 所以你說 不要當是新冷戰 我知道他的意思 你完全陷入了冷戰 就像蘇聯一樣 大家沒辦法商量 沒辦法商量的話 現在 中國 和以前蘇聯 他都承認是不同的 我們都需要中國合作 和貿易上都要做事的 但是 都是那句 如果你樣樣撐得這麼行的話 人家是否真的會給你面子 或者 磨懈之下如何合作呢 這也是我的問號 我也不知道 即是不和諧 我不知道你如何合作 對 其實跟陸營人士說得差不多 你每天都說要談談台獨 但是 那邊就說 為何 為何 內地不和我們台灣地區做生意 如何合作 如何做生意 你破壞了一條底線 你踩過了一條底線 是嗎 這就是西人經常用自己的思維去思考 就是不太了解我們亞洲人的想法 還有 這個西媒亦都說 在經濟方面 美國 退出 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現在叫 CP TPP 亦都導致在一個重要的貿易領域 留下一個巨大的 流動 你便可以回去 是特朗普退出 日本人叫你回去 你又不回去 你可以回去 你可以回去 為何不回去呢 在跨國的議題上 美國需要加強和發展相關機構和國際條約 例如世界衛生組織和巴黎 氣候協定 以應對健康還有氣候問題 那麼 這些你也是在做的 真心地說 你也是在做的 你回去這個 CPTPP 其實他又不知為何不回去 是不是想找一些年輕人去做代理人就算數呢 我是不明白這個 實際上我也是不明白的 另外 西梅亦都說 悲觀主義者就看到中國的人口規模和 經濟增長率 相信他們會佔上風 嗯 實際上是 但是 如習主席所說 是 沒有那麼容易一帆風順的 要經過很多波折 但是 如果 美國把美國的盟友視為資產 根本 就可以 一起合併 就可以 遠遠超過中國 但是 因為 自然是你壞了 你搞到澳洲沒有飯吃 你說 你叫澳洲人 這樣跟中國撐到行 那麼 你給予一些貿易額 給澳洲人 你又不肯 不過澳洲人就鎖了 不過澳洲人就鎖了 他們就說 如果我們把 我們的盟友 都視為資產 這樣 本世紀西方盟友 歐洲 和 亞洲盟友日本 我們軍事實力和經濟 財富總和一定遠遠超過中國 這是現實 但是 你經常找 盟友笨7 是嗎 給予一些好處 這樣會比較好 歐洲的話 事實上 剛剛取消了這些關稅 跟歐洲 日本 日本暫時好像還沒有什麼新好處 當然你又跟日本人 搞一些軍事演習 可能就當是給他好處 但是夠不夠呢 特朗普時代其實對日本也不好 另外 紐約時報也是一個拜登的好友 拜登是正確的 因為他說過 盡量避免新冷戰 冷戰的言論或者新冷戰的言論 是 是弊 大於利 所以我們亦需要確保 他的中國戰略適合這盤 三維的奇局 好 可以的 但是 都是那句 即是 你又將一些東西看得不是互動 都是那句你跟別人競爭 但是 競爭當中你會經常查別人的桌 很矛盾 令到有不和諧的聲音 對呀 又不開心的話 請問 你說的三維 你是否忽視了人都是有感情的動物 我不是說中國的領導層 你想想中國人的感受也好 你經常說中國人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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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合作的話基本上難度也挺高 有沒有人這麼困難呢 是吧 你經常罵我 但是我還要笑面仍然跟你合作 很難的 對於 亞洲人來說 其實我們和諧是很重要的 和氣就是生財 沒錯 但是 你西人的想法是 你說三維的旗局是對的 但是你也要想想 很多東西 是互動的 那些因素是互動的 是吧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網友 再見 再見